清晨五點出發 從天津到濟州奔波200公里 就為把這份祝福親自送上 孩子們的感謝是最佳的回報 希望我能夠好好學習 長大以後有能力 能像阿姨們一樣 來回報國家 用自己的行動去證明自己 不管我們的家庭和身世是如何 我們一樣可以擁有一份大愛 去感動世界 一天兩場助學金發放 幫助31位學生 也帶動了當地志工 一起來付出 送人玫瑰 手留餘香 我給孩子擁抱時 孩子回憶我的擁抱 比我給他更加溫暖 改變人的自私自利 要讓更多的人來做慈善 來慈悲起來 這可能是我們要做到的 所以我帶他們娘娘一起來 注入愛的能量 讓這塊土地更加芬芳 大愛新聞 珍珊美志工 劉健 魏智欣 天津報導